在拒绝签署国会的新冠病毒救济法案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2月23日星期三正式否决了2021年度总额7400亿美元的国防授权法案。 该法案自1961年以来,每年都签署成为法律。 距离任期结束不到一个月,特朗普总统对于部分共和党人承认他在11月3日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的选战中落败而感到不满。 特朗普表示,他否决了国防授权法案,是因为他反对法案内给予与国家安全无关的社交媒体公司的赔偿责任保护,并且不愿将目前以南方邦连将军命名的军事基地重新命名。 对于特朗普总统心思否决权,国会两党人士都有反对声音。 共和党参议员吉姆·英霍夫表示,国防授权法案已经连续59年,每年成为法律, 因为他对我们的国家安全和我们的部队至关重要,今年绝对不能例外。 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和民主党占多数的众议院均通过了2021年国防授权法案, 投票结果大于推翻否决权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票, 预计下周可能会出现特朗普总统任期内第一次行使否决权而被推翻的情形发生。 在否决国防授权法案之外,特朗普表示不会签署包括政府预算和新冠病毒援助的2.3万亿美元一篮子计划之后, 年底联邦政府有可能面临关闭。 如果特朗普未将法案签署成为法律,则目前联邦政府资金也将于本周一到期。 而继星期二公布的一份20人的赦免名单后, 特朗普总统周三继续赦免了他的前竞选主席保罗·马纳福特, 老友罗杰斯通和房地产开发商女婿库什纳的父亲查尔斯·库什纳。 马纳福特在针对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大选的特别调查案中被定罪。 斯通则是因为对调查人员撒谎而被判刑。 特朗普之前已经给予斯通的判决减刑。 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父亲查尔斯·库什纳承认在2004年有18项的逃税, 并因目击篡改和行使非法竞选捐赠而被判处两年徒刑。 这波赦免名单是特朗普在抵达佛罗里达州棕榈滩, 开始过圣诞节后发出的,也是两天内发出的第二次赦免。 他总共向26人发出了完全赦免,并给予另外三个人部分或全部减刑。 另一方面,总统当选人拜登星期三选定米格尔·卡多纳为他的教育部长。 卡多纳目前是康涅狄克州的教育局长。 45岁的卡多纳在康涅狄克州美里登的一个住房福利项目中, 长大,接受了该市的公立学校教育,并于1998年回到该地区担任四年级的老师。 而当时28岁的他,成为该地区最年轻的校长, 并在后来升任为该学区的副学间。 副总统当选人哈里斯宇先生及其工作人员, 星期三在华盛顿最古老的玩具店购买了46份礼物给当地的孩子。 在活动中,哈里斯被问及他对特朗普总统表示拒签国会新冠疫情救济和政府资助计划时,这样表示。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